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本次课程的Helen老师。 So, first, Helen has a question for you. Do you often eat at home or eat out? Eat at home,也就是我们说的在家吃饭,也就是我们说居家饮食。 还是大家比较喜欢eat out,always say go to the restaurant, 我们说是去餐馆就餐,还或者是叫什么呢,叫外卖,take away food, 大家是比较喜欢选择哪一种呢,OK,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会选择eat at home, 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家里吃饭的,偶尔呢,我们会下一下馆子,改善一下我们的一个生活的质量。 OK,so today,Helen would like to teach you some English about eat at home.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有关居家饮食的英文表达。 OK,first,the life in the home,always say at home,is very regular. 我们在家里的生活呢,一定是非常的规律的, 那么一定呢,一天能够确保是非常规律的有什么呢,一日三餐, three meals in a day,所以呢,一日三餐该如何用英语来表达呢? 我们来看一看,so,一日三餐包括早餐,午餐,还有晚餐。 so, in English,早餐 is breakfast,breakfast,早餐,OK,午餐,吃午饭,lunch, lunch,ok,到了晚上了,我们要吃晚饭,吃晚餐。 dinner,always say supper,dinner,supper,right,ok,这只是我们指的早餐,午餐,晚餐。 那么一般情况下都会说,我们去吃早餐,吃午饭,然后呢,吃晚饭, 那么这里的吃,我们是不是用eat来表达呢? eat breakfast,eat lunch,eat dinner,or supper,no,it's wrong。 我们知道在中文里面我们是用吃来表达,但在英语当中,大家要非常注意的是, 我们用另外一个动词来表达吃,就是我们说的have, 吃饭,have meals,吃早餐,have breakfast,吃午餐,have lunch,吃晚餐,have supper,always say,have dinner, 一定要用have,而不能够用eat,eat就是单纯的那个吃的动作, 但是我们说吃午饭呢,吃晚饭呢,吃晚餐呢,我们都要用have, 当然在英语当中还有一个单词叫做brunch,就是我们说的br, breakfast里面的br,加上午餐里面的unch, 促成了一个brunch,也就是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的单词brunch, 也就是我们说的早午餐, 比如说大家到星期六星期天啊,想要睡一个懒觉起来, 但是呢,大概那个时间也到了十点十一点, 但是又没有到中午,但是有离早上太远, 所以干脆就吃一顿什么呢,brunch,我们说的早午餐, 来代替呢,吃早餐和午餐了,right, 所以brunch也是一个经常使用到的英文的一个吃饭的表达方式, 作为一日三餐而言呢,我们应该是一个道金字塔的一个形状, Pyramid,应该是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right, 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说到晚餐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用dinner和supper, 尤其是这个dinner有我们说的非常正式的意思, 就是正式的一个晚餐,晚宴, 就是在大家一般的上班族来说呢, 大家凭白天工作很忙, 所以呢,早餐呢,随便吃一吃, 午餐呢,在单位解决,公司解决一下, 晚餐呢,就会吃的比较丰富,啊, 所以呢,晚餐也就是我们说的正餐,啊,dinner, 但其实呢,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十分的健康的, 所以我们大家以后呢,早餐要吃的丰富一些, 午餐也要吃的丰富, 晚餐就尽量吃的简单一些, OK, 既然我们学会了表达吃饭的一些表达方式,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 在我们具体的一些形容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有关于吃饭的状态会有哪一些呢, 比如说,啊,我们说在家里的时候一回到家, 上学的时候一回到家就是, 妈妈快饿死了, 我快饿死了, 赶紧给我弄点吃的, OK, 所以我们在说表达我快要饿死了, 我很饿的状态会怎么样来表达呢? So, that is, I'm hungry, 我很饿, I'm hungry, 如果呢, 比它的程度再稍微深点, 我饿极了, 我好饿呀, 你可以说, I'm very hungry, 或者是加上一个, I'm starved, I'm starving, I'm starved, 这个stove就已经表示了一种饥饿的状态, 要比hangry程度呢, 要深了一些, hangry只是一般的饿, 但是stove就表示, 饥饿, 好饿呀, I'm starving, I'm starved, 又或者是更为夸张的一种说法, I could eat a horse, I could eat a horse, 我能够怎么样呢? 我已经饿得能把一头马, 一匹马给它吃掉了, 所以已经快要饿死了, 那种状态是非常非常的饥饿, 所以有时候大家也可以在自己极度饥饿的情况下, 可以用I could eat a horse来表达, OK, 好, 既然饿了, 那就赶紧吃饭, 吃饱了饭, 我们会怎么说呢? hungry, 肚子空空, 那么如果肚子满满的吃饱了, 我们就会用I'm food直接来表达, 就是我吃饱了, I'm food, 富本身是我们说的充满满足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我饱满了, 也就是我的胃满了, 我吃饱了的意思, 所以在我们表达的时候呢, 我们比如说回到家经常用语就是, mom, is breakfast ready? 饭准备好没有啊? I'm starving, I'm starved, 我很饿呀, I could eat a horse, OK, 那你, 我吃了什么呢? 你吃了早餐, 吃了什么? OK, I had a bread for breakfast, 我呢, 早上吃了面包, I had, 用have来表示, I had a bread for breakfast, 好了, 到时间了, 该吃午饭了, 该吃饭了, 我们用is time to来表达, is time to have lunch, is time to have lunch, to eat, 该到吃饭了, OK, 晚上打算吃点什么呢? 打算做点什么呢? 吃点什么? what do we have for supper? 晚餐吃什么? 所以经常在家呢, 大家就在饿的状态下, 或者是很期待, 今天吃什么的状态下, 就可以问, is ready or is dinner lunch ready? 晚饭准备好了吗? 饭做好了吗? OK, what do we have for supper? 我们晚上吃什么东西呀? 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what do we have for lunch? 那如果我吃了什么东西? I have or we have, we have bread for breakfast, 早餐吃了面包, 或者是开饭了, 要吃饭了, is time to have lunch, is time to eat. OK, 所以提到了吃饭, 那么在吃饭之前呢, 我们还要做的一项工作是什么呢? yes, that is about cooking, 就是先做饭, 做饭做好了才能什么呀? 才能吃饭, 所以做饭如何来用英语来表达呢? 是不是make the meal呢? 一定是做饭, OK, 我们在我们的Chinese students当中呢, 大家一想到做饭, 一想到做, 就是我们说的make, 永远都是make, 但其实呢, 我们在英语当中, 专门有一个词就可以代表了做饭, 就是我们说的cook, 或者说呢, I like cooking, 我很喜欢烹饪, 我很喜欢做饭, 一个cooking, 就已经代表了做饭了, 或者是你加不加上这个the meal呢, 都可以, cook the meal, I'm cooking the meal, 我正在做饭,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就是prepare food, 我在准备饭, 其实也就是在准备饭, 晚餐, 也就是在做饭, 做晚餐, OK, 所以在表达做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cook the meal, 或者是prepare food来表达, OK, 具体的做饭, 一般都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说, 尤其像我们中国的菜, 非常的复杂, 煎炸烹煮炖非常的多, 但相对来说, 国外可能比较稍微单一些, 有煎啊, 或者是煮啊之类的, 但不像中国非常的丰富, 接下来呢, 看一看几种比较主要的, 一些做饭的, 会用到的一些动作的表达方式, OK, so first, this is an egg, right, OK, 所以经常我们会吃一些, 煮鸡蛋呢, 或者是什么煮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煮这个词, 在英语当中的表达方式, 就是我们说的, boil, 比如说水在煮, 我们说在烧开水, the water is boiling, the water is boiling, 正在烧水, 水开了, the water is boiling, 或者是烧点水吧, boil some water, boil some water, 如果我们说加上了ing的形式, 那就是这个词, 就是这个东西在沸腾, 在煮, 但如果呢, 这个东西已经煮好了, 比如说, 我们说这是一个煮鸡蛋, 那我们就会在boil后面, 加上一滴, boiled egg, boiled egg, 煮好的鸡蛋, 然后呢, 如果正在煮, 我们就是is boiling, is boiling, the water is boiling, 那么我们说的开水, 其实也就是煮好的水, 也就是boiled water, boiled water, OK, 除了煮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在大家比如说在吃一些海鲜呀, 一些seafood, 或者是一些fish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干什么呢, 去把这些海鲜或者是鱼的内脏, 需要去除掉, 所以我们有关于去除, 清洗干净的一个表达方式, 就是我们说的dress, dress, dress大家都知道做名词呢, 就是表示衣服, 裙子, 但其实它在做动词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个表达方式了, 或者是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我们说的清洗干净, 去除内脏, 比如说, 我们把鱼宰宰, 把鱼洗干净, 我们就可以表达是dress the fish, dress the fish,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里的dress, 看成是名词, 当成了裙子了, OK, 所以dress指的是专门清除内脏, 清洗干净, 又或者是我们, 清洗干净东西之后呢, 有时候还要进行切的一个这个动作, 所以如何来切呢, 其实我们说切是一门刀工, 所以如何来切有很多的讲究, 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第一种, 就是我们说的, 削, 剥, help me peel these potatoes, 来帮我把这些土豆皮削掉, peel, 也就是我们说的, 剥呀, 削呀, peel the apple, 把这个苹果学一学, peel the peach, 把这个梨学一学, 所以peel指的是剥或者是削,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dice, dice the potato, 或者是dice the potato up, 把这个土豆呢, 切成丁, 切成块, dice我们也经常见, 也经常玩, 就是大家, 无论是小时候玩游戏呀, 或者说是玩麻将, play麻将, right, OK, 都会见到这个dice,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方块的东西, 也就是骰子, OK, 但是做动词的时候, 它就有变成什么呢, 切成方块, 切成丁的意思, 所以dice the potato, 就是我们说的, 把土豆切成块, 或者说我们说, 把土豆切成丁, dice, 做动词, OK, 还有一个动作呢, 有时候喜欢吃土豆炖牛肉, 就是土豆块炖牛肉, 另外呢, 就还喜欢吃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菜, 就是什么呢, 酸辣土豆丝, 所以呢, 如何把土豆切成丝, 或者说切成条, 就是我们用到了另外一个动词, 就是shred, shred, 就是意思把它切成丝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刀工真的是要求很多, 一会要切成块, 一会要切成片, 一会要切成丝, 一会要切成丁, 等等的, 非常多, 所以大家呢, 要熟悉,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这几种, pew, shir, help me peel these potatoes, dice, 切成方块, 切成丁, dice, dice the potato, shred, 切成丝, 或者是我们说的切成条, 切成土豆条, 切成土豆丝, shred the potato, ok, 在讲完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开始干什么呢, 开始做菜了,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还会用一些鸡蛋, 做一个非常好的炒菜的一个辅料, 然后呢, 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 也需要应用到, 所以如果我们说呢, 大家想吃鸡蛋, 或者说是炒鸡蛋的话, 肯定之前一个动作是要把鸡蛋打一下, 也就是我们说的打鸡蛋, 那么这个动词打用哪一个词呢, 就是我们说的whisk, whisk本身有搅拌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说的打蛋, 还有那种打蛋器, 所以呢, 如果我们说来帮我打三个鸡蛋, 然后我要准备炒一个西红柿炒番茄, 西红柿炒鸡蛋, ok, 然后呢, whisk3 eggs, whisk3 eggs, 打三个蛋, 所以这里的whisk指的是搅拌, 打蛋, is 3 eggs enough? of course, 三个够不够啊, 你也要想喜欢吃鸡蛋的话, 可以多打几个, right, ok, next, ok,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饭了, 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也会加得上一些很多的调料,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是加东西的话, 就会用哪一个动词来表示这个加呢, 其实就跟我们的汉语或者是英语当中的那个加号, 或者是加东西, 加减成书的加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说的add, 酱油, soy sauce, 酱油本身我们知道就是用豆子来发酵出来的那种酱汁, 所以soy本身就是我们说的黄豆豆子, sauce酱汁, 所以是soy sauce, 就是我们说的酱油了, ok, add some soy sauce, 或者是怎么样呢, 加点盐, add some salt, 加点糖, add some sugar, 都是通用的, add, 或者是加点醋啊, 递给我一个醋啊, 把醋瓶递给我, hand me the vinegar, hand me the vinegar, vinegar就是我们说的醋, 其实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比较说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比较经常用到的盐啊, sauce, 然后糖啊, sugar, 然后酱油呢, soy sauce, 包括醋, vinegar, 都是大家最经常用到的一些调味料, 包括像西方人还喜欢用cinnamom, 就是我们说的月桂, 月桂粉, ok, 在准备好晚饭之后呢, 就是妈妈, 爸爸妈妈可能会教我们来干什么呢, 收拾一下桌子, 摆一摆凳子, 摆一摆, 呃, 就是收拾一下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端菜上来了, 所以有时候呢, 父母也会叫我们干什么呢, help me in the kitchen, 来给我搭把手, 来厨房帮帮我, 啊, help me in the kitchen, 又或者是什么呢, 来, 你可以去把筷子, 啊, 碗呀, 可以准备一下, 我们可以, 呃, 可以怎么样的准备上菜了, 也可以用help me set the table, set, 这里我们指的是, 啊, 摆碗筷, 摆餐具, set the table, 本身set做这个, 呃, 这个词呢, 有很多的意思, 比如说大家的那个, 手机上的那个设置, 就是我们说的setting, 啊, 如果把它变成英语的话, 它就是setting, 本身这个词呢, 还可以做名词, 表示一套, 比如说, a set of furniture, 就是我们说的一套家具, a set of furniture, 那在这里呢, set the table, 就是我们说的摆餐桌, 摆餐具, 大家可以准备准备, 是不是准备上菜, 准备吃饭了, so, set the table, 所以经常呢, 父母就会说, don't stand around doing nothing, help me set the table, 别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 什么也不干呀, 赶紧来帮忙摆碗筷, 准备吃饭了, right, ok, so, this is about the help me set the table, 接下来呢, ok, 摆完好碗筷, 我们就可以准备干什么呢, 准备吃饭了, ok,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些表达, 比如说, for example, would you like a taste, 你要尝尝吗, 你要尝这个吗, 比如说平时, 他不喜欢吃那个菜, 但是他那个菜呢, 又是主人的什么呀, 拿手菜, 所以主人会问他, would you like a taste, 你要不要尝一尝, 又或者是, want a taste, want a taste, 也是一样的意思, 或者说, how about a bite, how about a bite, 咬一口, 尝一口, 怎么样, bite, 本身既可以做动词, 做动词, 也可以做名词, 指的是咬, 咬一口, 比如说我们, 非常有名的, 一个近些年来, 中国的一个电视节目, 就是我们说的, 舌尖上的中国, 怎么用英语来表达呢, 大家留下一次在看的时候, 可以留心一下, 它的英语表达方式, 就是a bite of china, 咬一口, 对吧, 在中国吃一口, 尝一口美食, 也就是我们说的, 舌尖上的中国, very interesting, right, a bite of china, ok, 好了, 吃了一口, 尝了一口之后, 我们当然要对主人, 或者是我们说做饭的, 这个人呢, 他的一个厨艺, 对吧, 表示一个赞赏, 欣赏和肯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一些, 非常具有表扬的一些话, 比如说, that was a wonderful meal, that was some meal, 都指的是, it tastes good, 真美味, yummy, 真好吃, right, 然后通常主人都会回我们一句, I'm glad you enjoy it, 我很高兴你喜欢, 真的是太好了, 只要好吃就好, right, that was a wonderful meal, it's so delicious, 我们知道呢, 在尤其是在别人邀请我们去做客的时候, 在整个的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作为客人来说, 要不断的对主人准备的这个菜饭呢, 我们要表示赞赏,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that was a wonderful meal, 或者是, this is really delicious, 味道真好, 或者是, this dish is tasty, this dish is tasty, 它的形容词形是tasty, 这道菜味道真不错, 那么主人呢, 通常就是会像我们说的, thank you, 或者是, I'm glad you like it, I'm glad you enjoy it, 然后呢, 我们最后还要表达一下我们的感激之情,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meal, 谢谢你为我提供的美味饭摇, 来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和感谢, 所以我们在用在称赞和接受别人的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样的两种的表达方式, OK, 好了, 愉快的吃晚餐或者吃饭的一个过程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就遇到的一个大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干什么, 就是要收拾碗筷, 要洗碗了, 洗餐具了, 所以呢, 好了, 这个时候就互相推托, 该你洗碗了, it's your turn to do the dishes, 就是我们说的洗餐具, 或者我们说wash the dishes, wash the dishes, 洗餐具, 洗碗, 或者是呢, 有时候会提醒的说一句, whose turn is it to do the dishes, 轮到谁来洗碗了, OK, it's my turn, 轮到我了, 所以呢, 我们要自觉的, 在别人为你做牢饭之后呢, 我们就自觉的去洗一下碗吧, OK, OK, let's go to the next part, that is about prepare food, this is a dialogue, 我们来看一个对话吧, 又是有关做饭的, prepare food, or we say cook the meal, OK, Tim, Could you come downstairs, and help me in the kitchen? Yes, I'll be right there, Could you help me dress a fish? Sure, but why don't you do it yourself? I have to peel eggplants, OK, 你能够下楼来, Tim, Could you come downstairs, and help me in the kitchen? 你能下楼来帮我来厨房帮帮忙吗? Yes, I'll be right there, 我马上就来, Could you help me dress a fish? 你能帮我把鱼洗干净吗? 清理干净吗? Sure, But why don't you do it yourself? Do it yourself, 在英语当中, 也就是我们简称的DIY, 也就是自己动手做,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DIY的, 比如说一些礼品啊, 或是DIY的蛋糕啊, 等等的, 其实就是大家, 他给你提供一些素材, 或者是场地, 然后你自己去来动手, 亲自去做, 也就是我们说的DIY, Do it yourself, I have to peel eggplants, 非常不情愿的就是, 我得削茄子皮, Here, Eggplant, 不是我们说的鸡蛋植物, 而它指的是茄子, Eggplant, 一种蔬菜啦, OK, 做完饭啦, 我们就开始吃饭吧, OK, So let's look at the second dialogue, that is, have meal at home, 在家里吃饭, OK, Here is a dialogue, Am I ever hungry, when will supper be ready? It's almost ready, Can you set the table? All right, OK, began to have supper, Want a taste of this dish? Yeah, Oh, It's delicious, And really? Definitely, It is a wonderful meal, Thank you, Honey。 OK,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Am I ever hungry?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语序, 正常的语序应该是, I am ever hungry,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强调, 用倒桩来表示强调, 我快要饿死了, 我饿得很啊, 所以呢, When will supper be ready? 到底晚饭什么时候才好呀? It's almost ready, 马上就好, 快好了, Can you set the table? 你们摆一摆碗筷, All right, Want a taste of this dish? 想不想尝一口这个菜呀? Yeah, It's delicious, 真的很美味, Really? Definitely, 我们在肯定的时候, 不仅可以用shore来表达, 也可以用definitely, 非常的肯定, It is a wonderful meal, Thank you, Honey, Honey, Sweetheart, Deer, 都表示亲爱的, 我们在吃饭或者是结束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对方的, 为你准备的饭菜呢, 一定要进行一个赞赏, 或者是一个表达感激之情, 这是非常礼貌的, OK,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have meals or prepare meals at home, 在家里吃饭, 针对于自己家人呢, 在一起, 如果呢, 我们要在家呢, 去宴请客人, 会用到哪一些具体的一些dialogue表达的方式呢? Entertain a friend at home, 就是我们说的在家宴客, 在家招待朋友, Here entertain, 我们本身知道entertain, 或者是entertainment, 有娱乐的意思, 但在这里, 它的意思是招待, 所以在家招待客人, 我们来看看一个dialogue, for example, Oh Henry,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Come on in please, Let me take your coat, How are you getting on? Very well, Thank you, Please take a seat, Everything will be ready in a minute, Can you bring me a glass of orange juice, Please? I'm quite thirsty, Here you are, Right, OK, 这是我们对话的前半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它是如何来表达的一个方式, Oh Henry,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In ages, 就是我们说的, 好长时间没有见你了, 好多年都没有见到你了, 其实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 Long time no see, 其实是一样的, Come on in please, Let me take your coat, How are you getting on?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你最近怎么样啊? Very well, Thank you, 非常好, 谢谢, Please take a seat, Everything will be ready in a minute, 好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 一分钟之内就好, Can you bring me a glass of orange juice, Please? I'm quite thirsty, 我真的是很渴呀, Here you are, 给你, OK, Next, at the table, OK, 接下来就开始吃饭了, Here are your cocktail, Lattice, Salard, Fried chicken, French fries, And vanilla ice cream, Help yourself to the chicken, While it's hot, Here first, Cocktail, Always say, Lattice, 是两种我们说的, 吃的一个具体的, 一个蔬菜, 一种我们说的菜品, Here are your cocktail, 这是你的鸡尾酒, 本身cork有我们说的鸡的意思, tail本身就是尾巴, 所以这里cocktail就指的是鸡尾酒, Lattice salad, 就是我们说的生菜沙拉, 蔬菜沙拉, Lattice salad, Vegetable salad, Fried chicken, 炸鸡, 烤的炸的鸡, French fries, 薯片, And vanilla ice cream, Ess cream我们那次有提到, 有非常多的口味, 但在这里呢, 它指的就是我们说的, Vanilla ice cream, 香草冰淇淋, 非常的delicious, 非常的好吃, Help yourself to the chicken, while it's hot, 那您怎么样呢, 你就是趁着鸡肉还热, 多吃一点, 随意吃, Help yourself to the chicken, while it's hot, Wow, they are delicious, Can you pass the pepper here, pepper, 也是我们在英语国家当中, 吃饭非常有必要的, 用到的一个调味料, 就是我们说的胡椒, 尤其他们非常喜欢黑胡椒粉, 所以吃饭呢, 他们必定放了一个盐瓶, 然后放了一个胡椒瓶, 或有时候会有糖瓶, 这都是他们经常, 在吃饭的时候, 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口味, 去加上这些东西, 可能因为国外的就餐方式, 是分餐的形式, 不像我们中国, 就是大家炒好了菜, 然后呢, 大家一起吃, 但在国外很多菜, 它可能调味会比较淡一些, 或者是没有加调味料, 然后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些顾客们嘛, 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 来去添加这些盐啊, 胡椒啊等等, 来调符合自己的口味的, 所以这一点呢, 跟我们的中国的吃饭不太一样, OK, here you are, taste the french fries, 那就来尝一尝薯条吧, 尝尝炸薯条怎么样, they are crispy, 我们经常大家都很喜欢吃薯片呀, 或者是吃那些炸的东西, 都希望它们能够非常的crispy, 也就是我们说的脆脆的, 非常的干脆吃得很爽, 还有一些脆脆的那种声音, 嘎吱嘎吱的声音, crispy本身是一个相声词, 也就是我们说的脆的, wow, bombs up, 咱们干一杯吧, 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cheers up, bottoms up, 就是我们说的bottom, 本身是底, 然后把底干什么呢, 翻上来吧, 也就是我们说的看一看, 干杯, 喝干净我们的酒, bottoms up, 我们来干杯吧, yes, cheers, to our friendship and health, yes, 我们干杯吧, 为我们的友谊和健康干杯, to our friendship and health, 所以呢, 我们在居家饮食的时候, 不只说是在自己家里吃饭, 又或者是我们在家里招待客人, 我们就可以经常运用到这些, 刚才Helen给大家提到的一些 useful expressions, phrases, 或者是这些dialogue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 希望大家呢, 在了解了一些有关居家饮食的一些英语之后呢, 能够帮助大家在以后做饭,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呢, 能够实际的运用到这些英语的表达方式, so that's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观看